松田圣子 1962年生 在日本可以说是传奇女歌手之一了 在1978年参加杂志甄选而踏入娱乐圈 于1980年4月推出首张单曲 裸足的季节正式出道 而这个时间点刚好和引领1970年代歌坛的山口百会 形成交接 少见稀有的生殖 及奠定装可爱风格的可爱举止 获得很高的人气 松田圣子可以说是日本歌谣全盛时期最红的歌星 并被日本民众誉为永远的偶像 纵横乐坛30多年之久都盛名不衰 玉美空云雀山口百会被评为日本昭和时代三大歌姬 那个时代松田圣子也是日本时尚潮流的前驱者 他的发型、服饰、化妆甚至小动作 都成为许多少女们争先模仿的对象 兵齐步多次提到他很多的灵感都是参考松田圣子而来 他标志性的圣子头风靡一时 人人模仿 在当时许多的明星都是以这个发型出道的 就连松田圣子在歌坛中的劲敌 钟森明菜 出道时也是顶着改良版的圣子头 简单点来说 当时几乎没有人不输圣子头 然而松田圣子在这个发型爆款之后 迅速地换了发型 在下一个发型盯装后 又迎来了下一波的模仿热潮 可以说在当时流行什么 由松田圣子说了算 除了松田圣子在歌唱及事业的成就外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大概就是她的感情生活了吧 今天就容小弟来介绍圣子姐姐的几段情吧 香广美是日本1980年代的著名偶像琪南歌手 当年与野口舞狼西城秀树合成新玉三家 五官深邃的她可以说是当时的花美男 在松田圣子出道的第二年 她就发誓要和香广美结婚 但结局是两人挥泪分手 有传言说是因为香广美反对松田圣子继续演绎事业 也有说是因为松田圣子的母亲反对 觉得香广美会在结婚后让松田圣子留在家中 分手后还开了记者会 松田圣子表明如果有下辈子还要再续姻缘 在松田圣子悲痛语绝地和香广美分手一个月后 立马宣布了婚讯 男方是比她大12岁的神田正辉 在1985年二人曾共演爱情片 加勒比爱的交响曲 这样推算起来 圣子很可能在与香广美还未分手之前 就与神田正辉有了男女之间的关系 不然怎么会才刚分手就无缝接轨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在当时可谓是震惊了全日本 虽说女人是善变的动物 但这发夹弯的转变 大家也是照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啊 两人吃巨资打造了圣徽婚礼 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 这段1985年开始的婚姻到1997年结束了 在这段婚姻中二人育有一女 但遗憾的是女儿神田沙也 在某次工作巡演中 从楼上跳了下来 在2021年 松田圣子和杰尼斯男偶像静腾珍艳 被发现在纽约密会时 松田圣子还是神田正辉的妻子 而静腾珍艳在当时则是 钟森明菜的现任男友 也就是说一人是出轨 一人是劈腿 在当时静腾珍艳和钟森明菜的感情 也是非常受到社会的瞩目 而松田圣子和钟森明菜 都是红旗一时的女歌手 钟森明菜还被评为 是山口百会的接班人 两人可以说是一种竞争对手的关系 所以当钟森明菜知道这两人的事情后 受不了自己的男友 居然会与自己的对手搞在一块 在静腾珍艳的家中 拿刀往自己的手腕切割 伤口长度达8公分 升2公分 筋肉和神经都被切断了 虽然经过抢救 幸亏没有危险 但对钟森明菜 无论在身体上或演艺实验上 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毁灭 本来如日中田的钟森明菜 也是从那时起就开始一蹶不振 一度消失在日本的演艺圈 而关于静腾珍艳的介绍 我之前有做过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或说明栏的连结 这个Jeff是松田圣子 在美国时的外语老师 后来成为夜生活伴侣与松田圣子的关系结束后 还把他跟松田圣子的婚外情出了书 据书中描述松田圣子与Jeff认识三天 两人就发生了男女之间的关系 而这个时候松田圣子还依然是神田正辉的妻子 原谅我这段篇幅会比较长一些 也是因为这位31岁的美国小伙 安娜明里 去戏迷异的描述 当时安娜明里是松田圣子的男舞伴 暗地里却是她的情人 1998年 安娜突然向东京法院提出控告 安娜控诉自1991年至1996年 长达四年多的时间 受到松田圣子的性骚扰 强迫她与其发生关系 她描述当时的情形 譬如1994年我和她一同去洛杉矶 吃饭时我不过沉默了两三秒 她就大发脾气 只问我为何不说话 然后就饭也不吃力离席而去 我一个人吃完饭回到寓所时 发现她已经坐在房间里等我了 她怒气冲冲地朝我嚷着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原以为她会因此而不理我 没想到那天夜里她却又向我撒娇 要我和她做那档事 当时我也只能无奈配合 如果我拒绝的话 她就会恐吓着要把我解雇 因为无法忍受圣子的性骚扰 安拉从东京回到了美国 并且交了一个女朋友 但没想到圣子竟然追到了美国 根本不把她的女友当一回事 再次要求和安拉发生性关系 1995年安拉到日本旅游的时候 又被圣子叫到她房间 她说圣子只穿着一套贴身的衣物 这是安拉陪她在洛杉矶买的 圣子最喜欢那种黑色的蝴蝶边和真丝面料 她摆了一个性感的姿势瞧着安拉 并且不断地问她 我漂亮吗?可爱吗? 由于被问得不耐烦 安拉就应付了她一句 挺可爱的 圣子似乎没有察觉对方敷衍的态度 马上对安拉说 那我们重归于好吧 但安拉怎么也不同意 最后圣子发怒了 呵斥要安拉滚出去 但就在安拉决定彻底与圣子断绝关系 回到美国的前一晚 她又接到圣子的电话 圣子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 拜托你到我这里来陪我最后一个晚上吧 什么事都不用做 只要睡在我的旁边搂着我就好 这时的圣子的声音听上去楚楚可怜 但已经吃亏多次的安拉心想 这一定又是圣子在玩什么花样 于是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 之后安拉还向媒体控诉 松田圣子以雇主自居 无视我的人格 要求我与她发生关系 并对我身体进行虐待 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血尿 抱歉啊我听完这一连串描述 怎么听怎么觉得两个人是你情我愿 关于血尿懂一点医学的就知道 那很明显的就是在短时间内次数过多 造成前列腺发炎造成的 如果是强迫的关系 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总之这件事在当时又是闹得沸沸扬扬 而此时的松田圣子 还是神田正辉的老婆 哎呀这帽子可有多虑啊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松田圣子跟第一任老公终于离婚了 经过一年不屈不挠的松田圣子再次结婚 这次的对象是比她小六岁的牙姨 这一年松田圣子三十六岁 与牙姨仅交往了两个月就结婚了 然而这段婚姻也没有坚持多久 两年后离婚原因是松田圣子再次搞出婚外情 在牙姨劳公期间的外遇对象就是歌手圆田真儿 当时圆田真儿也是已婚的 两个婚外情选手也没有结成正果 在2004年结束了关系 这个经纪人其实也是松田圣子的情人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北野武的弟子何田江道 也是北野武军团的成员之一 以前是格斗选手 体格相当壮硕 亲朋友介绍给圣子 后来开始当起圣子的体能教练 锻炼了一阵子 他们就改为更进阶的床上锻炼了 说到这里我都有点为我们圣子姐姐 有点不好意思了 大家再忍忍终于要说完了 何奈玉政是松田圣子的第三任丈夫 是日本应庆艺术大学教授 而且和他第二任丈夫一样 也是一名牙科医师 只不过这次是口腔外科的 是怎么认识的呢 当然就是圣子姐姐去看牙齿 把嘴巴张开然后就认识了 啊不是 其实那时松田圣子认识了何奈后 就开始猛力倒罪这位医生 明知对方有欺小 却多次半夜急抠何奈到家中 哦姐姐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 需要何奈医生的急诊 松田圣子没有辜负永远偶像的名号 魅力真的是无法挡 轻轻松松就追到何奈 还让他甘愿抛弃 结法15年的妻子和两个小孩 虽然何奈的欺小都曾泪言挽留 但魅力终究抵不过松田圣子 何奈仍不顾家人反对与圣子结婚 但何奈享受美人的生活没有多久 松田圣子与前经纪人再次旧情复燃 被拍到二人到美国洛杉矶出游 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 想当然圣子姐姐一定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但仅仅如此还不至于有这么多的男人 拜倒在她的石榴裙底下 与她有关系的人可谓族繁不及备在 光是她在美国时平凡更换的伴侣 就不知道有多少个了 看看松田圣子54岁时拍的内内广告就知道了 我这边不放出来免得又被黄标 可以看到松田圣子不仅仅很会放电 根本就是个情欲发电机 她要勾引你就是分分秒的事 那种浓浓的女人味有几个男人还能够坐怀不乱呢 现在看来或许歌唱事业也不过是她的副业吧 她是用她的身体 她的情感 她的费洛蒙 她的生命 不断地在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而且这场冒险对她来说或许没有一个终点 你们用各种道德的标准来评判我 但我只想象一缕烟花 在黑暗的夜空尽情绽放 喜欢就好 高兴就好 身体舒服就好 我现在在跟谁约会 管你们屁事